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表面上看 拿30出头的陈婷欣和80几岁的余老笔是诋毁人家小姑娘了 但实际上我却认为这是乳鱼目连了 人家余老好歹热心工艺 把一生的收入全捐给了希望工程 反观陈婷欣 开着几十万的豪车 有一份稳定职业 还要连9000块港币的疫情工作补贴斗摊 可见人品实在不咋地 话是这么说 但是这一点不妨碍陈婷 陈婷欣受电视台捧 2010年陈婷欣顶着港界冠军 头衔出道 入行11年 她在无数经典港剧中打过酱油 比如在法网狙击中的性感女 与拉粪哥有对手戏 宫星期二中下的皇后小产的烂面女鬼 以及踩过界里的跨性别人士等 此外她还是TVB一档长逢资讯节目 东张西望的常驻主持 露脸机会很多 捧也是受捧的 但俗话说小红靠捧大红靠命 陈婷欣明显是没有这个命 所以11年来一直没有什么水花 顶多在观众心中混个脸熟 不过这对陈婷欣来说倒不是大问题 毕竟人家从来只不在事业 而在于进娱乐圈渡街争取棒个好码头 早日上岸当少奶奶 只能说陈婷欣为此没少做努力 出道多年来她能被记住的也只有绯闻 早在2010年选港界时就有媒体爆料 陈婷欣搭上了比赛赞助商的儿子 然后被内定为冠军 这很快遭到了陈婷欣的否认 他宣称自己本身有圈外男友 无需靠攀关系这种下散烂招数赢得比赛 可另一边他又多次被拍到与TVB艺人翟威廉 关系亲密甚至有传 两人已秘密交往五年之久 对此陈婷欣又公开否认 称跟翟威廉没可能自己大拔市场 外面还有大片森林 言下之意是看不上翟威廉 然而一转头 他又与香港著名律师亚姐杨公如前男友唐伟伦 出了绯闻 虽然单独亲密夜会被拍到了 举止亲密也被拍到了 但只要陈婷欣继续否认 那就不是男友 这看似是摆了多次的恋情乌龙 却无法否认 陈婷欣的绯闻对象是一个比一个富贵 随着连连的否认 陈婷欣上头条的机会也越来越多 直到2018年终于出现了 一个值得陈婷欣开金口成人的男友 他就是香港美副品牌 采风行的老板 亿万富翁杨振元 杨振元是名副其实的白手起家 他曾经只是一名地盘工人 后经过努力积累 以十万的资金建立了采风行 如今身家至少十亿起跳 虽然杨振元有过一段婚姻 还带着两个孩子 但看在钱份上 万事皆可忍 陈婷欣岂能放过这一损盘 于是经过轮番温柔轰炸 两人顺利成章在一起了 谁知正当陈婷欣春风得意 搞调官宣的时候 突然就出了幺蛾子 原来在陈婷欣之前 杨振元有个叫瑞比的前女友 得知两人在一起 瑞比便在阿依奈斯上吐槽 说杨振元刚和自己分手两天 就和陈婷欣官宣 暗讽杨振元是个花心大萝卜 陈婷欣是小三上位 对此陈婷欣采取一贯的否认 杨振元则发文力挺陈婷欣 说她不是小三 而是自己的真爱 又互断又深情 转眼还给陈婷欣 换了辆50万的豪车 以坐安抚 哄得她没看眼笑 只可惜 深情并不代表专情 哪怕杨振元愿意为陈婷欣证明 她骨子里 到底依旧是本性难移 陈婷欣的恋爱之路 触定不会平顺 不仅多次逼婚失败 还得屡屡遭受男友的各种 不安分丑闻的折磨 2019年 杨振元被曝 出轨港姐 陈杰玲 陈杰玲是12年港姐出身 论起来算陈婷欣的师妹 明知有这层关系 也明知杨振元是师姐的男友 陈杰玲还时不时 就跑到杨振元开的健身房 按送秋波 还多次暗示 自己愿意取代陈婷欣 当健身房的代言人 网图解级上位 消息一出 陈杰玲火速成情 自称不需要倒贴别人 通过当事人的否认 本以为这场大戏 即将落下帷幕 没想到杨振元再被爆 有了小四 而这位小四不是别人 正是陈婷欣的闺蜜赵宋如 男友和闺蜜传绯闻就算了 谁曾想 阿玉和杨振元的好事 还被打印成了小海报 到处涨铁 上面还写了狗男女都字眼 而同场加印的 还有陈婷欣和阿玉的闺蜜合照 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 陈婷欣被闺蜜绿了似的 就这样 合照与小海报一起 被账贴在了陈婷欣家楼下 以及杨振元的店铺门口 堪称大型射死现场 事后陈婷欣回应 已向男友了解情况 但未有答复 又强调阿玉并不是闺蜜 只是普通朋友 语气中包含不祥与丑闻 车上关系 又不得不给男友擦屁股的无奈 眼见男友一点不安分 绯闻对象一个接一个 陈婷欣是焦头烂额 脸面丢尽 只能看在钱的份上 打碎牙齿和血吞 杨振元也明显没有收敛 2020年初 他再被爆出与一位小五交往神秘 更有消息指 两人游会期间 还被陈婷欣当场捉获 这位小五名叫蔡佩贤 他正好又双弱是陈婷欣的闺蜜 原来当时 陈婷欣想为杨振元的健身房做宣传 便请来一众美女姐妹造势 其中就包括蔡佩贤 没想到杨振元在宣传期间就开始 与蔡佩贤没来眼去 还胆敢私下偷偷约会 然而哪怕已经当场捉获 出轨铁证如山 陈婷欣依旧没说男友一句不是 在回应方面却已改往日 淡淡否定的话风 破口大骂 蔡佩贤不是正经女人 自己没有这样的闺蜜 已经决定与她断绝联系 一面寂寞者黑 如此钟爱从女友身边 女性下手 不熟不吃 说一句闺蜜开乐 不为过吧 这位杨开乐 虽然是有贼心有贼胆 偏偏又是个欺管颜 得知女友勃然大怒 她立马值千金 买下黄大仙附近的一套千万豪宅送给她 有豪宅在手 还生个什么气 陈婷欣便再次绽放了笑颜 谁知和好还不到半年 更爆炸的新闻来了 有媒体爆料 杨正元律了无限艺人 谢可亦 结果事后 方杰盈不幸怀孕 她便挺着肚子 向杨正元索要赔偿 或是给个名分 但遭到杨正元的否认和拒绝 这次陈婷欣没有再回应 或许是不愿 再屈尊给男友的风流士擦屁股 又或许是真的失望头顶了吧 为了敲打杨正元又不至于吓跑她 陈婷欣只能暗暗使出一招 你不仍我不义 既然杨正元搞三搞四 她便跑去清八 夜会备胎 翟威廉 只见两人喝着小酒 相谈圣欢 每次相会过后 都会一同搭乘陈婷欣的豪车离去 当然陈婷欣也很动拿捏这个敲打的肚 这种程度的照片 既能品出暧昧空气 又无法说明两人有问题 说到底只是为了旁敲侧击男友 点到极止就行 而陈婷欣目的达到了 押忍三年 如今终于闭婚成功 即将上任十亿扩胎 两人经历多次射死 依旧相爱相杀 如今终究是修成正果 大家也无需吐槽陈婷欣人渣男的行为 毕竟还是那句话 各取所需 在这段感情里 杨正元无疑就是看中了陈婷欣外表OK 能传宗接代 而且能容忍自己的花心 而神庭星 不过也是看在钱的份上 才一次一次让男友踏平自己的尊严和底线 为钱为好 各取所需罢了 婚姻从来都是冷暖自知 别人追求的 或许就是有钱万事足的生活 觉得出轨什么的 忍忍就过去了 如今如愿以偿 岂不美哉 说起来 其实文中出现的小四 阿宇 以及前任Ruby 在多年前也有过梦幻联系 当时阿宇是香港世纪渣男周永恒的原配 后来渣男出轨Ruby 还留出大尺度艳照 三人互相折磨好几年 引起全港轰动 这个瓜我们下次再吃吧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 喜欢宇姐的话 别忘记点点关注哟 我们下期再见